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3年 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了 关于改建与扩建 北京市规划草案 草案中关于兴建地铁仪式提出 请中央考虑可否制定专门机构 并聘请苏联专家 助手看看研究 三年后 以莫斯科地下铁道设计局总工程师巴里舒尼克夫 为组长得的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组来到北京 60多年后的今天 北京地铁技术团队奔赴莫斯科 参与当地地铁项目的设计 施工 北京日报记者获悉 北京的设计 施工企业中标莫斯科地铁 第三换成环线三站三区间工程 近期已正式开工 这是外国设计 施工企业第一次打入莫斯科地铁市场 6月3月 莫斯科 起重机调装盾购机核心部件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 三月在莫斯科西南部成功调装第三台盾购机核心部件 为决进地铁隧道做好准备 标志着该公司 城间的莫斯科地铁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新华社先来说一个巧合 1958年 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等单位 共同组建了地下铁道设计处 这个设计处恰恰就是负责这一工程设计的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的前身 当年设计处理组成人员 很多都是受苏联专家指导的技术人员 还有 一批上世纪50年代赴苏联学习地铁工程的留学生 这些人主持了1965年 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建设 北京地铁规划始于1953年 工程始建于1965年 最早的线路均工于1969年 1971年开始运营 是中国的第一个地铁系统 赴城门站 这也不就不难理解北京地铁 早期的一号线和二号线 玉莫斯科地铁 在建筑风格上有点像了 甚至早期我国地下最高工程标准及规范 中很多内容都是参加苏联编写的 过去60多年 北京地铁被速发展 设计 施工 装备等很多技术 都走向了世界前列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相关负责人举了一个例子 俄罗斯地铁施工规办中 区间需要设置多个不同功能的附属结构 主要为通风景 积水泵站和联络通道 这些附属结构在中国地铁区间里也有 莫斯科地铁的做法是每个区间分别施工 所有的附属结构 施工方法非常复杂 而中国做法则在满足规范的情况下 通过各专业综合调整 将通风景 积水泵站和联络通道正合在一起 这样只是变设一个附属结构 就能满足所有功能的要求 节约了大量土地资源 在双方的沟通中 设计师展示了中国方案的优势 通过优化附属结构组合 满足另一方规范 最终获转在此次设计中使用 北京日报记者了解到 这次参与设计和施工 但是莫斯科地铁第三换成环片 按照合同规定 中方将在2019年前 完成为尔纳斯基大街站 米丘林大街站和阿尼 伊耶夫斯恰远公路扎和相邻的 三个区间的初步设计和施工 车站主体机动构区间 全部由中企设计和施工 2016年10月 初步设计合同正式签订 北京城间设计八载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这个订单任务要巨大 要以初步设计为前期完成其中的建筑 结构 施工组织设计 工程经济 环境保护等内容 还有一个亮点 很多小伙伴都通过图片 看过莫斯科地铁富丽堂皇的画风 这次中国企业也负责其中三座车站的装修设计 车站中将体现浓浓的中国风 米丘林车站站台以米丘林站为例 车站的建筑形式延续了俄罗斯地铁的传统 却从中国传统古剑中提取人素在意设计 通过装修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中 站台中大面积 采用了红色尺材高挂的柱子 红色是中国传统的喜庆颜色 也在明清的皇家古剑中大量应用 在照明方面采用了铝板封装的造型灯具 灯具下方 被LED直接照明 能够给车站提供足够的亮度 而在灯具两侧采用了在铝板被图案穿孔的模式 光线从打孔处照出 在灯具侧面形成了祥云与窗银的图案 这两种图案都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所提取 调顶部分色彩 用了起盘方格的传统形式 颜色上使用了与助体相同的红色 在增强车站总体设计感的同时 也加强中国人素在该站的展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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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